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朽荣江 今天节目现场播出 国会扩权法复议案 今天上午蓝白以62比51 多数否决掉行政院提出的复议案 民进党总召柯建民说 会在最短时间内提示宪加紧急处分 那接下来就是宪法诉讼 如果蓝白这么明显 以立法权侵害行政司法 以及监察权 还有民众的人权 大法官作为民主国家 最后的把关者 能不捍卫民主宪政吗 尤其场外 这么多主动参与的青鸟民众 不为天气炎热 以及午后的雷震雨 活动到晚上九点 那对照国民党动员的蓝鹰行动 不到中午 人就上游览车去吃饭了 那这时候朱立伦才刚上台 而且蓝鹰的喇叭就正对着 人在上课的成功高中 没想到这些高中生 没在客气 大声抗议 没有讨论不是民主 蓝鹰对决青鸟 双方的气势 今天我们要来比较一番 那虽然今天复议失败 但青鸟民众不气馁 他们强烈谴责国民党 将会付出代价 只要七大民主倒退法案 有任何的进展 必定会有所行动 下一步就是权力罢免 那大罢免时代 篮尾谁的仇恨值最高呢 国民党反制 端出律伪罢免墙 排名前一二有谁呢 那傅昆奇今天在台上指控 民进党风电贪污 至少1.5兆 高喊要把民进党压进大牢 但是傅昆奇有证据吗 没证据是不是公然造谣呢 讽刺的是前国民党云林议长 沈宗龙涉嫌收贿2000万 遭检方依贪污罪起诉 沈宗龙已经认罪了 所以蓝绿谁在贪污呢 另外国台办今天发布 分裂国家罪严惩台独 最重此刑 傅昆奇前天才直询 连说三次赖清德 不要讲两国论 这么刚好他们在呼应什么呢 最近情况我们今天节目中 都有深入了分析 我们先来看今天晚上的 清鸟晚间的最新行动 稍后我们都会有连线报道 我们先来看 今天立法院的场内 复议案表决 场外就是清鸟对决蓝鹰 但是说对决 其实双方根本是不同量级 我们看到这些参加清鸟行动 是从早到晚 然后这些蓝鹰 他们不到中午就已经撤光了 所以先请教瑞德哥 这个我们看到双方不同量级 持久力也是完全不能比 怎么看双方今天的气势呢 那么事实上呢 国会就不用讲了 国会完全不需要抱以任何的 这个希望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嘛 因为蓝鸟行动也好 白鸡行动也好 什么事实证明 那么民众党不过是 国民党的户水组织嘛 所以今天的投票的结果 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 62比51 那么这是很这个等于说 跟之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 要三独通过的时候 那么那个趋势是一致的 可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人民把票投给你们 不管是部分区的政党票 还是区域立委的相关的选票 是要你用代议式来代替人民去国会 那么行使监督权啊 就没想到说 你竟然利用国会 这个黑箱扩权法案呢 把整个国家带向 这个反民主 反自由的另外一方去 我相信人民一定会制裁你们 那当然最可笑的是什么 是中国国民党 之前跟民众党 他们一直在 这个等于说 故意说这个清鸟行动呢 是民进党去这个 一手去主导的 然后呢 去发动的 然后又说民进党 什么有钱嘛 去发动了 什么有吃的 有什么东西了 事实证明 真正只有这个 去上个月到现在 只有一个政党 真正发起动员 那不是中国国民党吗 对 这你啊 而且还自己发起 听说今天还有 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上节目的时候 否认他们有这个动员 那那些游览车是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自己 不是傅昆奇 你们的立法院总召傅昆奇 要求什么 苗栗以北 什么七个县市 每个人 民意带多一百个人 这个资流 这个资流嘛 可是我个人非常失望 就是 没有你也等到中途 没有你也等到中途 中途 那个投票呢 开票完毕了 要走点走 不是呢 8点20分 互昆奇还在那边检查 那个椅子 有没有排好 对 然后紧接着来 8点半了 8点40了 游染车把人载走了 那进来了 以后呢 开始 没多久 因为早上 确实天气比较热 热 然后大家就躲在 这个树荫 没多久 就打到回虎 10点出头都打到回虎了 是哦 就走人了 我里面差不多 世界上没有看过这样的 群众运动 这集会游行 有人来 屁股都还没有坐热 对不对 然后没多久 10点多就 我还以为我看错 10点半现场就开始收椅子 空了 收椅子 你知道为什么收椅子 为什么 因为怕有类似 四叉毛之流 后期你要算椅子 说怎么样 怕人家算哦 都开始把椅子 红椅子全部收走了 然后呢 现场就 晚一点起来 人以为说奇怪 人为什么没有来 没有 已经走了 有染者走了 为什么 各位 不要说现场的这个 比如说便当 那包括他们 schedule上面表定 12点 整要到哪里 外线市去吃餐厅 那紧接着来 下午还要 还要去呢 哪里 大西十五 哪里去旅游啊 你知道吗 世间有这种事情 对吧 所以呢 事实上 因为他们之前 为什么表定10点 因为本来认为 10点 就会开票完毕 所以他们就认为 10点就可以 这个 那我跟你讲 今天订好的餐厅 能不能延到 2点 4点 再来吃 不行嘛 对 所以就赶快 上油栏车 上油栏车 餐厅要准时 以前 这种动员的 最讨厌就是以前 不是一些群众运动吗 然后到晚上 对不对 八九点 还没有八九点 就已经一车一车 到后面去 K车 然后要到 要回高雄 然后呢 这个哪一车 要回台南 人都走着了 就弄到后来 弄到后来 等到中央国民党的主席 朱立伦啊 在所谓的先讲 都看不见人 要上台 他要出来 去看地方 人都走着了 人都走着了 求报了 告诉各位 前两天 因为刚好遇到 高中跟大学的 这个等于说 相关的这个考试啊 等等 所以呢 人来的比较少 我今天两度到现场 我刚刚才从现场来 整个季南路赛爆了 然后呢 那么现在 溢出到中山南路之外呢 还有旁边的 这个青岛东路漫漫 所以现场 那时候走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号称说上万人以上嘛 那今天有很多 当然这个 这是一个小姐 她自己做的 我跟你讲 都是自己花钱 自己做的哦 国会 藐视我 对不对 然后呢 警戒而来 国会反黑箱反扩权 对不对 这都自己花钱 自己做的 各位 这个不是哪个 拿了这个捐款的 然后呢 还有一位小姐呢 自己赐了一个青鸟的毛线 送给我的 这个在现场 送给我的 谢谢他们啊 我两度在现场啊 所以呢 事实上 今天不在于 那么这个 黑箱国会的扩权 然后呢 多数暴力的扩权 而告诉我们 台湾人民好不容易争取了 这么多年 几十年的 言论自由跟民主自由 就要背这两个烂党 因为将而剥夺我们 人民的愤怒 一定会在所谓的 今天现场也很热的 有好多 另外一个团体是什么 是罢免谢国粮的 这个团体啊 现场也非常的热 所以人民的愤怒 人民的声音 一定又会狠狠的教训 这两个烂党 是 相较于蓝营行动 不到中午就跑光光 那青鸟行动 一直持续到晚上 那晚间的最新情形呢 我们要连线来看 现场最新情况 就想问一下 就是今天你们是 朋友一起来吗 我看到的是 我们的国会 那为什么会过来这么 为了捍卫自己的 民主跟自由 就开始启动法律的修法 就是 尤其是这一次的国会 它就是烂扩权 然后又有很多的黑箱条位 就这样子想要满天过海 把他通过 那我们为了捍卫 我们自己的民主权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就站起来 根本也不是什么政策 但大家没有办法 有足够的积蓄来做执政 大家在网络上 或是在市场上 看到这个行动 大家就是出来 就是想想要请问一下 大家就是 因为今天故意案 已经就是被否决了 那心理怎么想 是不是也来反对 因为接下来 还有非常多的法案 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来 是要展现 并不是说 他们今天通过了这个之后 以后的事情 他们都可以为所为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人民才是老大 那么以上就是金哲 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把前进头交好 好我们看到就是 青鸟行动晚间的最新情况 真的是越晚人越多 虽然天气很热 大家拿着扇子来扇 但是那个热情 不会散掉 相较于蓝银的蓝银行动 没想到不到中午 竟然撤光光 来吴针怎么观察 今天这样的情况 不到中午 椅子竟然就已经收完了 在林森南路 怎么观察这样的情况 我想这个其实今天凸显出来 等于说我们也要 谢谢中国国民党 和傅昆吉总招了 他们事实上 以一种反面的方式 来还了青鸟行动 一个公道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 其实国民党 无所不用其极 在抹黑青鸟行动 一开始说 民进党要从中部跟南部 动员黑道上来 他想说 怎么会有黑道 难道有黑道现场知识吗 而且最大的黑道头 不都在立法院里面 在中国国民党旗下吗 怎么会是有黑道上来呢 但后来大家看到 十万公民站出来 所以傅昆吉谣言不攻自破 后来傅昆吉又说 这些青鸟的 这些年轻人 这些来现场参与的学生 还有家长 通通都是民进党叫上来的 通通都是民进党 用游览车 一车一车载上来的 所以他们要抹消 这场公民运动的主体性 因为他们很害怕说 如果国民党和民众党 跟人民成为一个对立的两边 他们在这里面逃不了 所以他们要把 明明是自主参与的公民 明明是自己看到这样的立法院 违法乱全 看不下去 要站出来守护民族公民 他们把它抹黑成说政党的彻翼 我们今天画面看到 那都是国民党动员来的游览车 就在立法院周边 都被拍到了 没错 所以今天事实上 两厢对照之下 非常的清楚 一来是首先 我们看到了 今天是国民党 一车一车的 把这些国民党的支持者 从新竹 从花莲 从哪个地方 立委林思敏 对对 你看张志伦 中和来的也有 对不对 从各地方还有举牌子 我们是宝山乡来的 我们是哪边来的 这样子一车一车下来 所以第一点 人是中国国民党 用政党动员的方式 动员出来的 跟青鸟 自主参与完全不一样 第二点 也清楚的展现出来了 现在在所谓支持立法院 违法滥权的这一边 跟认为立法院 应该要重视程序正义 我们应该要好好讨论法案 好好审认这两边 民意的支持 有多么巨大差别 因为很显然嘛 今天国民党 所号召出来的群众 国民党之前都说 我们才是社会的多数 人没有站出来 没有到街上 不代表大家就反对我们 好 这是国民党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今天 现场很清楚嘛 这几个礼拜下来 有任何人来到立法院 外面支持国民党 支持民众党吗 非常少 之前小猫两三只 好不容易在今天 好 他们叫上来一批人了 大概可能 有上千人 我们也给他们一个 客观的评论 问题是说 这些人吵早散会 对不对 10点11点 太阳好大 好了 来现场骂一骂民进党 来现场喊一喊 来现场骂 甚至有人对青鸟 行动参与者 讲得很难听 侮辱的字眼 没关系 他们这样讲一讲 吵一吵 吵完成功高中学生 把成功高中学生 都逼到要到另外一栋楼上班 然后呢 到中午了 好大家收队 一车一车 大家回到游泳车上 准备去吃饭 吃饭后 继续他们一日游的行程 可能下午还要去慈湖啦 还要去夜陵啦 还要去大溪观光 所以看得出来嘛 两边对照之下 中国公民岛很明显 是用政党力量 动员人出来 而青鸟行动 完全是公民自主的集会 最好的证据就是 到现在晚间 我们在节目上 讨论的这个时间点 现场进来路 都还满满的都是人 所以这展现出来说 台湾民间 对于违法滥权 和对于程序这两边 支持力道 有多么巨大的差别 那我今天要讲 再来第三点是说 为什么国民党 要一直去否认 这个青鸟行动正当性 为什么他们要一直 用很多方式诋毁呢 事实上这表示说 国民党他们害怕 面对民意的解释 他们自己站不住脚啦 没错 事实上这也是国民党 为什么要在立法院 没收这些 所谓程序正义 没收委员会讨论 背后真正 本质关键的原因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 一个重点 就是说 大家会觉得说 国民党在立法院 没收讨论 不给委员会 好好的委员会中心主义了 不让党团协商 有实质功能 大家以为说 他们是要碾压民进党 大家会假设说 国民党现在拿到多数了 要吹口气 要教训民进党 我跟大家讲 其实这只一小部分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现在所做的 国会扩权法案 未来会伤害到人民 国民党很害怕 重蹈覆辙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的马英九 主政之下的国民党 以及国民党为多数的立法院 想要瞒天过海 想要这个30秒黑箱服帽 把这个服帽就强行通过了 那当时人民发现了 人民说不行 我们不能让这些国民党 为所欲为 把整个台湾的未来绑架走 所以爆发了太阳花血液 所以他们这一次 事实上是有备而来 他们希望要比当时更夸张 把委员会所有讨论 完全都给你架空 百分之保留送出去 然后到了立法院 甚至二读会的5月17号 当天早上 再把最高经济版掏出来 他们想要把所有在立法院里面的资讯 尽可能不要被人民发现 他们害怕再次激起未来的社会运动 变成一个反对国民党 成为全民共事的浪潮 所以这是国民党现在一直想做的 但是这样的阴谋轨迹 在包含民进党立委 在立法院抗争之下 包含这数十天来 所有青鸟参与者 站出来借头之下 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所作所为 还是暴露在全台湾人民的检验之下 所以最后一个结论 就是事实上今天虽然复议案 立法院把它再度封杀了 行政院复议没有成功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报告 未来全台湾公民的行动 一定还会再扩大 一定还会再升级 包含现在有人在推罢免 包含未来会有人去推 各地遍地开花的宣讲 因为现在其实已经变成 蓝白合力要去挑战 全台湾主流的民意 现在大家最反感最痛恨的是说 你明明就在立法院里面 没有一个政党的讨论程序 那当我们站上街头 我要求我以林明陶家的身份 要求你应该好好妥善的 向全民来报告 应该要完善这个立法程序的时候 国民党跟民众党竟然不止不听 还要抹黑这些参与者说 你们都是被政党动员来的 你们都是拿来吃便当的 你们是来求职的 摆明就是要把人民的声音压制下去 所以这样的怒火 未来只会遍地开花 怒火燎原去引发 全台各地对国民党立委 以及国民党 这个所有执政县市首长 一个更强力的监督 甚至是挑战 观众朋友今天看到 今天我们刚刚背后 所看到的画面 就是今天轻鸟行动 晚间的最新情形 那跟白天蓝翼行动 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落差 来一三兄怎么看 因为那个巨大落差 是他们不到中午 椅子就收光了 那虽然说 这个副国人节一早在那边排椅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装模作业 还要排整齐 但问题是这些人 根本就坐不了几分钟嘛 然后接着就走了 而且还传出说 是党中央还帮傅婚旗擦屁股 是不是 所以这一场是傅婚旗要负责 结果竟然连场上 连台上连个主持人都没有 对 我要讲的是说 现场现在轻鸟行动 现在已经宣布超过一万人 而且他们已经持续三天 在过去两天 其实晚上的时间 因为年轻人大部分都要上班 上班完之后 他们才来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晚上的时间人特别多 所以一万人可能还会往上再飙高 所以这人数还会再超高 表示他们不会因为复议案的失败 而停止这个行动嘛 但是我们反观国民党 我说他们叫做不六鸟 不六鸟的游览车行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叫做 说真的不用四叉猫去算多少人 我来算就好 因为总共有12台游览车 每一台游览车40个人 总共480个人 顶多再加上20个志工 现场大概500个人左右 可是他们椅子不是说排了几千个 几千个你看后面都空空的 后面都空空的 马上赶快收起来 所以不用四叉猫去算 不用算椅子 算游览车就好 因为都是游览车动员来的嘛 所以被戏称叫做不六鸟的游览车行动 为什么叫不六鸟呢 因为昨天你用游览车动员就游览车动员 你还做一支广告 广告上面的不六还写着不六 所以叫不六鸟 英文还拼错 拼错 不六 所以以后蓝鸟不能叫蓝鸟 不能叫不六的鸟 叫不六鸟 不六鸟的游览车行动嘛 下午他们还要去慈悟夜灵嘛 还要吃鸡腿便当嘛 所以蓝鸟要比着鸡腿便当说蓝鸟比鸡腿嘛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国民党纯粹就是动员来的 但是我要谴责一个人 这个人叫韩国瑜 你明明知道这个比数就是会过 但是你可以维持一个院长中立性 你确实投下那一票 那一票并没有关键性的决定性 通常所谓的院长会下去投票 就是因为你有关键的决定行动的时候 你有关键的一票的时候 你才会去投票 但是现在连韩国瑜自己 都已经变成附水组织 他为了附坤其黄国昌的法案 他放弃了自己的院长的中立性 而去投下那一个可耻的一票 今天来参加这个蓝鸟行动的这些群众 不光是撤了枣 而且还惹怒了高中生 怎么回事呢 休息会马上回来 外院长会呈chter 或是莫逊 曼�insp quase李 不行 好的 就现在参加真的ored 一些数优 imperfection 熟悉的 favored 我们看到就是成功高中学生抗议 叶先生你怎么看 为什么这些高中都知道这么厉害 对你明明知道你只有500个人 只有480个人 结果你喇叭开那么大声 不要忘记了 立法院周边有很多的学校 除了成功高中之外 开南中学也在那边 所以很多学生正在上课的时候 你喇叭声音开这么多声 害所有的学生还要移教室来上课 所以学生才抗议 我们有受教权 而且这些学生非常有理性的 去跟所谓的外面的国民党的立委抗议说 没有讨论没有民主 等于在声援轻描嘛 所以表示我们的教育上面的公民教育 非常的成功 我们知道学生 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受教权 而且要对所谓的立法委员 国会扩权的乱象来抗议嘛 但是台北市教育局 我就要谴责台北市的教育 阿淼在那边 赶快要咨询台北市的教育局 为什么是不是要主办单位把音响降低声量 而是要学生去移教室 这明显的是偏袒在国民党 你主办这一场的一个立场上面嘛 我们说真的 清鸟行动当时在中校动路上面 因为旁边也有台大医院的儿童医院嘛 那时候主办单位都说 我们现场在台大医院 儿童医院附近都必须晋升 而且10点之后喇叭都关掉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作为一个公民运动 它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嘛 但是国民党却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 完全不顾学生现在在上课 而如此大声的逍遥 不确 难道连台北市政府 也在配合蓝音行动吗 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好 清鸟行动晚间的最新情况 主办方已经宣布了 现场参与人数突破2万人 可以看出这个清鸟的热情 是越晚越激昂 那刚刚我们也看到成功高中学生 抗议这些蓝音行动太吵 影响到他们的受教权 大家秒 那为什么没有去要求蓝音行动 要控制音量 反而要这些学生去换教室呢 没有嘛 现在台北市是国民党讲王安主政嘛 那讲王安主政之下 你也知道他大概没有什么能力 去处理这样子的 这个政治情绪比较高昂的群众运动嘛 其实老实讲 你的这个核准入权的抗议集会 本来就不应该紧贴着学校嘛 在上课日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紧贴着学校 你当然要叫主办单位注意音量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可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遇到国民党就会转弯 那这个蒋旺安只能叫可怜的学生说 不然你们换教室 因为蒋旺安没有这个guts 去要求国民党说 你们办活动的时候音量放低一点 因为学校在旁边 连这样都不敢讲 不敢要求 我觉得这刚好凸显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法律它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用到政党身上或政治人物手上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随着政治倾向的变形 那这一次的国会 有人叫它国会扩权法案 可是我想一想 我觉得大家叫它国会极权法案 可能更符合现实 因为现在这个国会立法委员 要把监察委员的权利拿来到自己手中 立委要兼任监委要来调查 现在这个立委呢 傅昆旗这几天一直在讲 他要查弊案 他说要把民进党的贪腐全部关起来 傅昆旗已经把自己当检察官 把自己当法官 把检察官跟法院的权抓到自己手上 所有权利要往国会集中的时候 人民最担心什么 人民最担心的是 政治不中立的立委 会不会把这一整套法律呢 变成一种政治恶斗 政治报复的工具 这其实最大的问题啊 黄国昌一直在讲说 他上人家犯欺匪节目一直讲 你去法院也是一样啊 你如果法院叫你坐证 你不来 法院也会给你罚钱啊 如果法院叫你坐证 你不讲的话 法院也会给你罚钱啊 你去法院都一样 可是立法院就不是法院 法官他必须要依宪法跟法律 超越党派独立审判 检察官绝对不能介入党派之间的政争 检察官绝对要维持政治中立在办案 监察委员当他要在调查的时候 因为他不是介入党派活动的监委啊 可是立委你说哪一个 不是介入党派活动 立委哪一个没有党派身份 立委哪一个不是党派支持出来的 现在这个国会集权法案最大问题就是他给国会一个上方保健 问题是每一个立法委员第一素质称吃不齐 里面有血氧俱嫁立法员 但里面也有像傅困奇这种的啊 前科累累设习贪腐的案子 素质称吃不齐嘛 第二个立法委员就是政治最不中立 每个都是为自己的党说话 那你把这个上方保健给他的时候 他的调查权 你说他说要查案子会不会蓝银多数的时候是查绿不查蓝 绿银多数变成查烂不查绿 到时候我们国家就被这种用政治放大镜 用政治的偏光镜所弄出来调查权 每天弄的乌烟障 到时候恶斗不休啊 对啊你看哦 光是蒋旺安处理一个入权的噪音 造成成功高中的学生上课被噪音干扰 连这件事情都可以政治不中立了 对 他不敢去要求啊 你这个调查权的上方保健啊 跑到政治最不中立的 素质最参吃不齐的立委手中 有可能被滥用成什么样子 这是场外的公民最担心的 这也是整个立法过程当中最欠缺讨论 黄国昌 蓝鹰行动他们本身也都没有任何的那种 觉得不应该要影响到别人 他也没喇叭针对学校 没有因为蓝鹰行动 他的本质是 他就是一个政党招待的半日友 他是哪 你会关心旁边是不是成功中学 才不管 你会关心旁边有没有在上课吗 指令就是拿着区域的牌子 有没有 从游览车上下来 走到椅子那边排排坐 每个坐好坐在那里 然后台上有蓝鸣的蓝鸟的议员 有这些蓝鸣的立委 在那边讲话 你坐在那里会更疼 他们说啥 你也不知道 现场有出现纳粹的棋子 你也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理念是什么 大理核心价值是什么 时间到了 站起来 他也收手 去吃豆 然后呢 这个去磁湖看讲工 他们这个活动本来就不是自发性的公民 要去了解 动员来的 所以你要求他们说 哎呀 不但要注意音量 还要注意环境整洁 不要乱丢垃圾 那是要求过度 因为坦白讲 国民党他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公民运动的经验 国民党这是一个选举造势啊 是 对不对 傅昆奇下去巡视 椅子有没有排好 每个人有扩打 有责任额 这个政党动员出来的画面 我们今天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在此借一个机会 也谢谢傅昆奇造极了这个活动 因为傅昆奇之前才刚抹黑 说清鸟行动都是民进党号召的 傅昆奇之前才刚抹黑 说清鸟行动都是民进党提供的包吃包玩一日游 结果今天他自己这样干 今天他自己做了 蓝鹰包吃包玩半日游 来到台北 政党办的活动就是这样 同时间隔了一条正江街 另外一边的活动场 完全不是这样 下午的时候我在那里 其实坦白讲天气很闷热 又下雨 这个衣服湿了又干干的 但是我看到现场的民众越来越多 每一个人撑伞穿雨衣 本来台前一些人而已 后来慢慢的随着时间演进 不管大雨或是吹风 人越来越多 然后我今天来录影之前 我才刚在济南路的现场 我在台上讲话的时候 我眼睛已经看到 群众的尾端已经延伸到中山南路了 已经延伸到中山南路过去 而且另外一边 越晚人越多越聚集进来 可能这个清鸟习性跟蓝鸟不一样 清鸟是星期五晚上 大家就到街头上面来上一场 最扎实的公民客 所以傅昆琦今天发动蓝鸟运动 完全是让大家看到 还清鸟一个公道 不是傅昆琦讲的说 清鸟是政党动员 其实坦白讲 如果傅昆琦不办那个活动的话 国民党还可以在那边嘲弄群众 可是今天他这个活动一办出来 不好意思 国民党没话说了 你们自己的群众中午时间不到 全部散掉了 去游玩了 可是清鸟行动到现在 我们录影的此时时刻当下 都还持续在不断在发生 而且人会越聚集越多 这就是我们十年前 在立法院318太阳花 看到了完全自发性的 多元化的公民组织该有的样子 对我们看到 因为傅昆琦今天说 这些清鸟都是动员来的 结果被发现原来 自己的蓝银才是全部动员来 而且来的时候 真的是讲白脸就是没有功德心 喇叭对整了这个学生 然后留下一堆垃圾 那甚至时间到 就赶快撤光光要去吃饭 杰明哥 好像说他们的蓝银便当 也被人家发现了 菜色也不错 所以时间到 一定要赶快去吃饭吗 所以今天的上午时间是这样 蓝鸟来了 蓝鸟又走了 留下一堆便当 没人吃 因为速度实在散太快 他们走的时候便当才刚来 所以有些人是有便当 能够拿到这个游览车 但据了解 便当实在是订太多了 因为原本是号称是要来 一万五千人 结果来的人数只有几百人 这是现实问题 画面都看出来了 只有几百人而已 不是一万五千人 所以据了解 连旧国团都发动动员 也不过就这个人数 其实我觉得是蛮辛苦的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青鸟来了青鸟走了 应该说蓝鸟来了 蓝鸟走了 留下了这个美味的便当 来比方一下 这个便当 美麦 非常好 三颗狮子头 这个狮子头 这个便当非常可口 那为什么这个便当被拍下来呢 因为它便当太多了 那就赶快送给这个旁边拍摄的记者 所以记者拿到之后就直接给他拍一张下来 所以我今天手上才有知道这个蓝鸟便当员长这个样子 但我要说一句话 这个现实的问题是说 你看这个尤其是朱立伦真的蛮凄惨的 因为有个画面 是大家今天一直在网路上流传的 就是朱立伦在12点 然后上去要割到尾 发生到他在讲的时候呢 他后面的画面其实是长这个样子 这么空哦 第一个你说一万五千人没有那么多 然后等到朱立伦上台要讲话 知道他们有多少立法委员的时候 画面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是什么跳中岛 这个已经中午 因为真的是太热了 我们要体会一下 因为我自己也去现场嘛 体调一下 因为蓝鸣真的是比较老人家居多 所以太热了 我先特别讲 其实在这个公民团体的部分 他们旁边其实有准备冷风扇 就是说你真的受不了的时候 你可以到济南路旁边 他有一些冷风扇 你可以吹冷风扇 他们都是有预备的 而且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冰凉的饮料 好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你可以去拿冰凉饮料 济南路旁边很多公民团体 我还拍了好几张 这个公民团体在旁边 所以你可以取得这些饮料 这是有准备的 但问题来了 他们这些来 没有足够的遮蔽物 而且我跟你说真的哦 那个地方只光你从游览车 走到会场 我就告诉你 短短这段距离 肯定全身大汗 因为我那个从青岛东路 走到济南路 我就已经汗水 已经全身湿透了 湿透再干 湿透再干 所以我要说句话 真的啦 也不能怪这些老仙人老太太 你不让他早点走 万一出事怎么办 很容易纵暑哦 我换个角度 就国民党既然要动员 既然要办这个活动 老实讲准备不足 是 你光准备椅子不够 因为这种天气太热 你没有遮阳棚 对 对不对 你光这样椅子 那你叫这些退休的军警过来 那真的是折磨啊 天气这么热 你知道要怎么坐在那边 而且你要知道 在八点到十点的时候 正好是突然间阳光炙热 对我们都知道 那时候 而且你要 如果你知道现场 你还发现到一个很大的 特别是吗 那边没有风 激烂路跟青岛没有风 它就是纯粹的闷热 因为那个地方 是比较封闭的 等于像个烤炉一样 对就是烤炉 所以你也不能怪 这些老仙人老太太 他们来了不赶快撤 所以就换到画面嘛 就是那个 他们说一撤的时候 赶快 小跑步 赶快进到这个游览车 为什么 因为太热了 这是受不了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活动 他们只是要表达 说他们有动员 但动员是蛮失败的 可是我还是要非常谴责 就是有关 这一次在成功大学 成功高中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那样画面 我截起一段了 就是那次有人打这个字幕 没有讨论 不是民主 这是三个年轻小朋友 那时候正好 朱律人在开讲的时候 那个麦克风啊 喇叭 他是直接对学校哦 他不是说你知道 你可能往往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马路来做放送 不是他是朝两边扩散 是摆明知道旁边是学校 直接对学校来扩散 所以这学生讲完 没有讨论不是民主的时候 后面句话是说 你们不要妨碍我们的受教权 可是我要这边提到一件事情 真的台北市政府 他基本上为了国民党的立法院 立法委员们 他们已经没有市府的格调了 因为当时成功高中的校长 就是我们说的孙校长 他早在6点50分的时候 他因为那时候船有一万五千人嘛 那学校在上课 所以6点50分就已经去现场看了哦 那有遇到所谓现场的联络人 就跟他说一句话说 我们学校在上课 你们一定要控制音量哦 这样子有跟他们讲 有讲 但是就是有讲 所以这个联络人 有讲没在听 不止如此 那这个负责人 他不但没有讲没在听 反而去联络了台北市的教育单位 说校长有反应 声音不能太大 所以教育局派负责人 跑去跟学校说 就两个小时到12点结束了 你们就忍耐一下好不好 在第三节课的时候 请你们14班500个学生 转移 幻教室 幻教室 这是完整的讯息 所以我们这样讲 你今天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立法院通过一个这样的法案 立法委员的素质 参差不齐 他的背景基本上 大部分是没有法律背景的人 他们都可以经过这样子烂权 结果一个台北市政府 接受这样烂权 竟然不是思考跟这个主办单位说 你们音量泛小 而是要求学生转移 所以我说一句话 没有讨论不是民主 不是 这不只是没有讨论不是民主 而是整个国民党为了夺权 让立法院独大 因为他们知道将来永远选不上总统 所产生的一个未来民主大乱象 而这些年轻人都已经都很知道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事情是如果一个立法院的一个活动 都可以干扰台北市政府针对学校的这个措施 竟然叫学校你们忍耐 你可以想一件事情 对 这会是什么样灾难将来未来的时间发生 各位想想这有多严重 是的确 美美姐怎么观察 因为这次我们看了 这个青鸟行动到晚上人还这么多 而且他们似乎都完全了解这整个国会 扩权法的这个影响性 严重性 所以那接下来就说 那绿营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视线怎么样 那整个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 当然下一步就是视线嘛 那我必须要讲 我上次有讲 青鸟这个 刚开始是一部曲要三读的时候 那二部曲就是今天 未来三部曲 我相信就是罢免的行动 那尤其是群众运动 大家要知道 群众运动是这样子 为什么青鸟这么有热情 为什么蓝鸟是这个样子 如果今天你的群众运动 是基于一个明确的目标 或者是为了公平正义挺身而出 或者为了不公不义愤慨而出 或者为了这个土地的爱 或者为了我们将来有更好的愿景 你有个热情动力 自然人就会出来 所以青鸟你可以不管是 刮风下雨日晒雨淋白天到夜晚 越越越美丽 然后人不分男女老少 对于不分东南西北 大家都来 可是蓝鸟你必须又要 又什么鸡腿便当 还有不遛鸟 还有半日游 那大家我们就再来回味一次 再来看一次 这是一大早 游览车就来了 傅昆奇你抹黑民进党 就是谁在动员 傅昆奇说青鸟是动员来的 对蓝鹰才是都动员来的 对好再来你来看 这个青鸟行动 再来 这仅是言语侮辱了 言语侮辱嘛 入骂嘛 那你是什么样的政党 你们动员的支持者是这个样子 再来 你看走的是留下满地垃圾 垃圾乱丢 而且是他们动员来的名义代表 传单 空空的椅子 再来看这张让我感慨万千 各位 在大雨蓬勃的时候 有这么多人还坚持走在现场 这让我想到519那一天 也是下着好大的雨 那里面有妈妈带着孩子 她的脚积满着水 娃娃车里的娃娃包着毛巾围得好好的 有老人家 下着大雨 很心酸 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公民这么辛苦 为什么风吹雨淋日赛 要为了你们的国会扩权 甚至像阿淼所说的国会集权 这样子出来 这让我想到 尤其是今天晚上的公民教室 10年前太阳花的那一幕 各位 不也是在公民教室连续上这么多天吗 那太阳花运动的结果 还记得吗 2016年国民党大败 是不是 2014年也大败 不是吗 好 所以这个种子 这个火苗会是一样的 那尤其是这一次 那我觉得说 包括成功高中的孩子 两年以后 他们就是手投足了 对 对不对 他们比你们大人还清楚 比你们这些国民党 民众党的立委都知道 没有讨论不是民主 我觉得非常好 公民意识 升值人心 我再次要分享各位 再说一次卢梭的话 这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他告诉英国人什么 他说啊 他说政府的王法的危害 不及立法者的滥权 请问一下 今天是完完全全实现的 对 然后说英国人 你只有在选决那天是自由的 选完之后 你就变成奴隶了 请问一下 今天包括在立法院里头 从这种黑箱的 这样粗鲁的 没有讨论的 这样通过的法条 到乃至于 这里面实质内容里头 每一条都会影响到 我们每一个人 这样滥权扩权 我们的五权宪法 变成一权宪法 五权分立 变成一权独大 这个就是今天 台湾社会沦落的现况 但是我们幸好 有轻鸟站出来了 所以仲将 我对台湾的未来 我对我们的民主 是充满信心的 我认为未来是什么 尤其是今天当韩国瑜 我认为他这是压垮蓝鸟的 最后一根稻草 当一个应该中立的 立法院的院长 我们看到这个立法院长 是何其初帅 他根本有什么 所谓的政党协商吗 他完全失职 只是走过场 甚至于表决的时候 他居然粗暴到 民进党有2800多次 登记发言 到最后只或许 73次 一个人三分钟 这一幕一幕活生生的 然后今天韩国瑜 你还投下了这一票 我认为这个怒火 会像十年前的太阳化一样 那么罢免的火苗 会烽火遍地 我在这边要郑重呼吁 最快的一场 就是在哪边 就是在基隆 如果谢国梁 我希望基隆人民 你们站出来 一方面是谢国梁 确实是一个 非常不称职的市长 他利用他的职权 土利有没有土利 他的现有有门 多少个公共设施变成20年加10年30年 那干4年怎么办 那谢国梁如果是被罢免掉 不只是让基隆市民 你们重新可以选一个更好的市长 就要向高雄的例子 韩国瑜走了 来了一个非常好的陈其迈 而如果谢国梁被罢免掉 我请问你 其他国民党立委 对 的确 我们刚刚比较了 这个青鸟跟蓝银 双方气势的差距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那在场内呢 立法院一天早上 就是进行复议案的表决 当然蓝白以62 比51票 优势人数 否决掉行政院的复议案 来瑞哥 因为这不意外 但是蓝银是不是紧张兮兮 为什么连 韩国瑜 连江启臣通通去投票呢 事实上呢 那么韩国瑜跟江启臣 照理来讲 那么他们两个人 身为立法院的政府院长 再加上 他们本来就有多数优势 本来不需要这样做 没差他两票吧 两个却这样做 那就告诉大家很简单 因为江启臣 没有意外的话 就是代表国民党 2026年想选台中市长 接棒卢秀燕嘛 那韩国瑜 更不要讲了嘛 他虽然身为立法院长 没有办法选 中后国民党的党主席 不过他会来当这个立法院的院长 当然不是为了一个月几十万的薪水 当然是看准了 2028年想要卷土重来 那么跟卢秀燕来拼 那么中后国民党的总统的候选人嘛 所以他需要巩固他们蓝营的基本盘 所以故意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否则我问你做这两席有什么用 没有用他还是会用过嘛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两票还是过啊 因为民众党的八席 就等于负水组 今天就落实了民众党的八席 就是小兰就是负水组织嘛 你就只能跟着这个相关的脚步走 就是这样而已嘛 跟着国民党一步一趋嘛 那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我倒觉得啊 韩国瑜跟张启臣 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了以后 反而让自己所谓的行政中立 因为这样而荡然无存嘛 你牺牲掉的是所谓的中间选民 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 他牺牲的是立法院政府院长的高度 今天这个结果 本来就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只是行政院本来就可以依照宪法规定 给你提负一案嘛 南大复议案 这是这个最后一个不会的 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 所有这个蓝白所通过的 这些扩全的法案 后面还一堆咧 中天复弊案救国团党产 又重新又死灰复燃 然后一大堆整套哭的对吧 复议复议复议 经过法律程序复议以后 紧接下来就是送往大法官会 去解释这种事件嘛 这条漫长的路 就是这些所谓的1月13号 天真的台湾人民 有部分天真的台湾人民 误以为在立法院可以这个制衡 结果你本来或者是有些人以为说 要教训民进党 结果你教训到自己嘛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可能的恶果嘛 所以呢 那么现在大家必须一起去承受 这是第一个而已 这是所谓的黑箱国会扩全法案 是第一个而他们选择了这样做 那今天晚上刚刚已经宣布2万多人了嘛 现在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就是用这个手机来 这个在演唱会的嘛 对不对 那紧接而来 这样的这个场面 后来很多政治场合都看到 今天晚上在这个现场也是 也是这样子嘛 那我们很多人都来自于现场 你越晚来你会发现 因为现在呢 那么很多大学考试考完了 下课下班了 所以呢大家全部挤到那个地方去 前几天不是在笑说没人吗 对 这不是人吗 哦一堆哦 这不是人吗 满满的人 柯文哲跟这个国民党 他们不相信这些人不是民进党 民进党落来的 请你们到现场去 对 他们不会打你的 你放心 他们不会有暴力的 护困器也可以去啦 上个厕所不需要七个人 配配给你阿鲁巴啦 我来说坦白啦 勇敢到现场去 听他们的声音嘛 去听听听他们的声音嘛 看看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 你叫这些年轻人 是民进党有这个地方去动员的 你叫这些年轻人对不对 他们为什么这样 听他们的声音 我刚刚要来这个民事录影前 离开现场 我发现已经就是年轻人 越来来的越来越多 而且那个年纪越来越小 年纪越来越轻 然后我也看到很多 举个牌子写 高中生不是都是支持 民众打人克文哲的 故意都举很多这样的牌子嘛 对 这样的一个民主自觉 让我想到十年前的太阳花枝 也让我想起了更多的野百合 野百合野草莓 更多的希望 都是从年轻人开始 年轻人重视台湾 才是我们台湾有未来的指标 对 我们看到今天晚上 这个青鸟行动 这么多年轻人 这些在这个之前的选举 恐怕都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都是小草们 那我们刚刚看到 连高中生都来抗议 这些更是小小草 易三兄怎么观察 因为民众党比较动作慢半拍 明天说才要在荣兴花园办开奖 那我不晓到时候这开奖 是有哪些人会来 是还会有小草吗 事实上民众党在上个礼拜五 所谓的他们在选前说 要把国家还给你 结果选后的所谓的八票 不举放水国民党的党产条例 可以过关一堵嘛 已经对傅昆奇表达忠诚了 所以这八票在今天头下赞成 所谓的不赞成负一案 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其实从上礼拜五就有这个迹象了 他们其实完全不顾民众党 在选前很多的小草 跟很多的支持者 认为他们应该在关键的时候 扮演关键的力量 这样的声音在党内已经没有了 全部都被傅昆 黄国昌带着变成傅昆奇的 傅水组织的忙 这是他们悲哀的地方 而且他们认为说 现在国民党也在办基层的演讲 民众清了也到处在办 这个基层的演讲的时候 他们也应该去办 就你办也办在之前 你办在之后 要不干嘛呢 明天已经都已经投完票 你办什么荣幸花园的开讲 而且最过分的一件事情是 所有其他包含国民党都不敢讲说 民进党不应该提出视线 只有民众党的吴春城 今天说赖清德不应该提出视线 他们害怕什么 他们害怕未来他们会变成是一个违宪的立委 违宪的政党 视线之后那个法就失效了 对 因为提出视线是为了保障这些人权 还有其他相关相当多的 相当的所谓的宪政组织 包含监察院行政院 跟所谓的司法院也好 民主宪政最基本的五权分立 最后的一个防线就是大法官的视线 所以应该由大法官来解释 未来应该涉布的所谓的国会扩权 到底有没有违宪 但是你们为什么反对 而且要求赖清德不准提出视线 根本就是害怕视线的结果 你们就是变成所谓的违宪的政党 违宪的立委 另外我要讲的是说 为什么他们敢提出这个国民党不敢提 因为国民党其实是期待视线是违宪的 他们有台阶可以下 是哦 因为民众的如果十月份判决出来是违宪的 必须整部法案回到立法院再重新审议嘛 这样子国民党的区立委反而有台阶可以下 不用被面临明年的罢免嘛 减缓罢免的那个压力 因为民众党这八席 不用面对罢免的压力 所以他们认为说不应该提视线 而国民党立委反而期待视线的结果是违宪的 因为重新回到所谓的国会重新审议 他们就不用被公民团体面临这个罢免的危机嘛 所以国民党赞成视线 反而是民众党不赞成视线 是好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那显然现在是不是要开启一个大罢免时代呢 因为今天整个的蓝鸟对决这个青鸟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蓝鹰的部分呢 那当然是说有蓝委去蓝鹰行动现场宣讲 那同时他们安排一个桥段 就是说妇女团体献花 那也不晓得妇女团体是要献什么花 所以要给她加油打气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青鸟行动 已经在谈了 在场的民众在谈说 下一步要继续的抗争 而且要全力的罢免 他说现场的民众 他是大安区的选民 他说接下来就是要罢免这些蓝尾 如果能够解散国会 那是最好的 吴征怎么样观察 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民意趋势 这个民意趋势 恐怕也不是说你们绿营民进党 能够预先去知道了吧 绝对不能了 因为民意如滔滔江水 这个大家其实我们政党面对民意浪潮 都是要戒胜恐惧 那讲到今天这个场外的罢免 我们可以看到 在之前的青鸟集会当中呢 其实场外的公民团体就有去列了 这样的一个很多国民党立委的 这样的牌子嘛 然后发给大家这个小贴纸 你觉得哪一个立委的问证表现 你非常不满意的 你就把它贴到这边 所以我们可以看国民党 所谓我们在这段时间谈论的一些仇恨值 比较高的立委 例如说许小新 王洪威 有没有 这都是罗志强 这都是满满的这些圆圆的小贴纸贴满了 满脸麻花 没错 代表人民对他们不满是非常集中 那可能国民党在之前觉得说 哇被新闻这样做很没有面子 竟然好像我们委员很招人讨厌被罢免 所以他们今天就有样学样 也立了一个板斑 他们也弄个什么反制是吧 对他们也弄个说罢免民进党立委 所以看到这边也有很多人被贴了这个贴纸 贴的满满的 但是眼尖的观众朋友这时候可能就发现了 这个罢免这样好几个颜色不同小贴纸 好像我们以前做示意测验 那个很多像素 有没有 要在里面一团颜色中看出那个数字是几号 你发现 明显怎么看起来这边的解析度比较高 这边的解析度比较低 因为你仔细一看就发现说其实这两个板子 它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但很明显国民党今天准备贴纸大很多嘛 大超级多 你看这边要被贴到脸看不出来人是谁 哇这个密密麻麻 可能有上百张几百张的贴纸 但这边 这可能是赖瑞隆委员 他脸也看不出来 他脸上有几张贴纸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张贴纸 七张贴纸就把一个人给盖住 公共公司贴的啦 所以你贴满了 刚好不知道要罢免谁 这表示国民党自己很清楚知道 他们预期今天会来的这个人数不太多嘛 所以想说那贴纸要是这边贴的很小一块不好看 我把贴纸准备很大块 要大张一点 所以这就是政党动员的好处 我之前是动多少人 我全部可以算得清清楚楚 我早就知道今天现场动的没有很多人 所以没关系 我倒就准备大一点 贴纸要大张一点 所以国民党算是有备而来了 但是问题是 从这样一个比较中可以看出来 事实上国民党 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反抗什么 人家看青鸟在表达对你立为不满 你想说不行不行 我要有样学样 就是公民运动你做什么 国民党就赶快紧急学一个做什么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错就是复制贴上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因为国民党完全 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 由下而上的公民运动 他的逻辑就是背后这一切都是政党的恶斗 在国民党的这个眼睛或想象 或视野里面 只有政党恶斗这件事情 所以他今天很直觉一个吸反射就是 有人要罢我 那我要罢民党立委 可是事实上 公民团体在罢免根本不是因为政党恶斗 这些青鸟行动 包含现在还在 济南路上青鸟动路的人 他们也不是单纯因为挺民进党来的 大家是希望守护我们的民主宪政制度 希望还给立法院一个程序正义 公开透明的环境 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是 民主宪政的运作道理的时候 国民党眼中只想到我要对民进党欢迎颜色 所以这整个格局是高下立判 所以这事实上也很清楚显示出来 为什么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国民党 今天中午人就散光了 其实这是一个 就是说青鸟到现在人越来越多 是一件大家去想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这几天天气 坦白说真的很严峻 中午的时候大太阳这么热 就算现场有搭棚 有水冷机 可是38度 这个热真的是酷暑难耐 然后到了下午 马上那个暴雨倾盆 又看到那个画面 都觉得很不忍心 就是很多人穿着透明雨衣 然后坐在那边 雨这样就啪 真的往整个身上淋 那个水也是直接穿透雨衣 但是大家也不走 国民党永远无法理解 为什么这么多人 心里这么坚定的 就是要坐在那边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出来 捍卫台湾的民主宪政体制 这是今天整个公民运动的根源 为什么这么多人站上街头 是因为国民党 在颠覆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 就是人民最大 人民才是老板 你立委跟政党 是要服务于人民的公仆 但是国民党 现在在立法院通过的扩权 或到阿苗刚讲话 极权法案是怎么样的 我们这段时间都盘整 以后国民党立委 用国会调查权的名义 可以把任何人传来立法院 咨询你 审问你 问话 你不来我就罚你十万 罚你钱 那各位想 这不是很荒谬吗 因为国民党的 所谓的国会调查权 发动范围无边无际 任何公民都可能 成为被调查对象 那你想啊 我们讲说一个立委 是人民选出来 我是选民 因为我可以决定 你下一次会不会当选 所以我很大 你应该政治人物 要倾听民意 但是未来 那请问一个立委 他能不能够在立法院 传唤自己选区的选民 也可以啊 我也可以把你叫来问啊 你不来我也可以罚你十万啊 那这不是整个民主秩序 颠过来吗 应该是我用选票监督你 你服务于人民嘛 那现在变成未来立委 可以把人民 把给予你权利的人 叫来立法院 当犯人一样审问 那不变成立委 才是老大了吗 所以事实上 国民党跟民众党 现在做的是一个 民主制度中的下克上 他们想要用 本来是公仆的身份 现在要变成说 哇我才是老板 我才是这个统治者 你们所有人都要 过来听我话 所以会激起人民 这么大不满 这个事情从民调 最近看得出来非常明显 对不对 从四月 整个事情还没有 彻底爆发开来 到五月的时候 到现在 你看国民党立委的不满意度 已经上升超过 百分之十个百分点 包含民众党立委的不满意度 也是节节上升 所以人民的怒吼 一再的在街头上浮现 但是蓝白的令委 竟然全部听不进去 那这一点事实上 坦白说真的是自绝坟墓 所以我相信 这样的一个浪潮 还会越来越大 因为国民党 现在立法院里面还有很多法案纯纯欲动 过去这几年 我们好不容易推动了非常多国家改革 我们说过去不当党产要收回来 救国团名下十六亿台币的现金 六十一笔土地 过去都是国家的 我们现在把它拿回来 国民党说 哇我们现在因为有多数 所以我要修法 把不当党的条例修掉 这些台产 这些国家的土地 通通给救国团拿走 这件事情会不会激起更多人民的愤怒 当然会嘛 那我最后补充一点是说 我的一个意见跟易三哥稍微不同了 就是现在我预计下礼拜包含行政院立法院 这边民党党团都会来提出事件的申请 那假设在逼近今年年底的时候 如果事件一个结果出炉 如果判定国民党跟民众党 这一个国会扩权法案是违宪 我认为事实上 对于后续整个民间反扑浪潮 绝对是会引来更序力 罢免的力道会更强 这样百分之百正当性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了 进南路上 是不是早就这么多专家学者 整天在那边上课 跟你讲说你这个是违宪 你这个是硬干 你不要硬弄 复议让这个法案回到立法院重新森查 我们一直在呼吁你悬崖热 你就死不听嘛 那请问最后立法院 对不起 如果最后司法院大法官出来说 你就是违宪立法院 我献请你把这个法律改善修掉 那请问造成这一切社会动荡 不安的源头是谁 国民党的民众党 副冠旗跟黄国昌 他们要为这一段时间 造成社会上的不安 造成人民对于我们 民主宪政制度被毁坏 必须要忍着酷暑 忍着暴雨上街头 这些这些事情呢 蓝白要附上最大的政治 可以想见 现在蓝白立委应该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现在的民意所趋 即使他们用复制贴上 都是去模仿人家 包括蓝阴 包括这所谓的罢免墙 说这个什么最该罢免的 这个民进党立委 通通都是学人家的 然后弄出一个什么 第一名是吴思瑶 第二名是黄杰 第三名是钟嘉宾 但这些人 其实都是在守护民主 那现在蓝白立委 恐怕最担心害怕 就是青鸟这些年轻人 包括刚刚提到了 这个大安区的 这个陈先生 他说他最想的是 如果能解散国位 那是最好 那接下来就是他希望 能够罢免蓝委 还有说什么22岁的 法律系刚毕业的 也是到场 有感于这国会改革 修法的争议 整个都是有瑕疵的 阿苗你怎么观察 这大安区的选民 对不对 你怎么观察 这样的一个氛围 这个罗志强 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 他脸书发文就有讲过 他讲的其实很委婉 他的说法是说 这个赖清德 如果说再这样 前面先骂民进党 后面他讲说 这个说要倒阁之后 要解散国会 那这解散国会 当然是民进党的如意算盘 因为民进党最差 就是继续没有过半而已 他就这样讲 OK 那当然 很有自信 民进党最差 就是国会 没有继续过半 他意思就是说 民进党当然想要解散国会 因为民进党 如果解散国会 重选的话 有可能会选得更好 就是即使是罗志强 他也知道 如果现在解散国会重选 绝对是国民党选的差 其实你从数字上看得出来 因为你看 今年一月份的选举 其实所有五五波的激战区 都是国民党赢的 只有唯一一个 我们台北的中正万华 因为是萨卡都 所以呢 这个吴佩义 他有当选 那你说 以现在来看的话 当时整个大环境 大的风向 大的格局 五五波的选区 都被国民党拿去 如今才有蓝白的62席 对 但是如果现在那些 五五波的选区 你再去请国民党 花钱去做一次民调 他们就看得很清楚 因为现在的氛围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过去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国民党欺骗人民 说要通过 扶国立民的法案 国民党欺骗人民 说他说民进党做得不好 国民党要监督他 国民党要让这个 国家变好 结果呢 现在二月一号 就直到现在 试用期结束 试用期结束之后 这些立委干的 第一件事情是自肥 他们扩张自己的权利 要在台湾搞国会集权 要把立法院 慢慢的变成全台湾的最大院 比总统还要大 叫总统来报告 还要一对一的 疾问及答咨询总统 然后呢 未来 这个傅坤 齐皇国昌都说要废监察院 朱立伦加码说 不修宪要冻结监察院 怎么样不修宪冻结监察院 很简单啊 2000年到08年那一套再演一次 反正总统提名的监委 立法院就是搁着不审 不审就是不审 预算是把你冻结 国民党 国民党敢不敢 我告诉大家真的敢 因为现在赖清德总统提名的考试委员 蓝白现在就没有要审 对 监察院 现在人事权都会被现在蓝白的立委卡住 而且今年的十月份 十五位大法官里面有七位任期届 今年十月份 那如果说赖总统提名了新任的大法官 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又放着不审 可不可以放着不审 按照他们现在新通过的法就是可以啊 放着不审的时候 到时候十月份一到 本来十五个大法官剩八个 还可以把大法官掏空一半 你看现在的国会变得多么的大 所以现在那个视线是不是动作要赶快 一定要快 你不能拖到到这七席的届满了 那怎么办 其实你五二 还是说不受影响 你五二八的时候三读通过 拿到完整版本 其实就可以请学者跟律师开始写了 写到现在 当然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个雏形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呢 虽然七个大法官任期届满 剩八个还是勉强过半数 还是可以开会 还是可以开庭 但是蓝白就会打折 水棍上 他就会说 你公信力不足啊 本来应该十五个 现在八个就做决定 你们代表性不够啊 扯一大堆 诶 明明放毒了也是他 诶 不审的也是他 现在攻击大法官没公信力也是他 你总部的连大法官都不信吧 那台湾就没有民主宪政 我跟大家预告 但他一定会这样子扯 已经开始扯了 已经开始扯了 你看罗志强四月份的时候 罗志强脸书上 现在他还有留着啊 如果大法官视线不合他的意 他就不会配合修法 国民党立委已经这样讲了嘛 大法官如果判决 这个违宪 他不会配合修法 然后呢 再来你要看哦 蓝白 现在是不是开始 已经有很多论调说 大法官都是蔡前总统提名的 所以呢 没有公信力 扯一大堆 他连大法官都要讲的是绿的就对了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就是标准的威权民粹主义的剧本 威权民粹主义呢 就是要攻击一切的有公信力的机关 比如说他说大法官是绿的 所以不可信 比如说现在他们都说媒体是假新闻 对不对 他说都假新闻都煽动的 然后呢 他们会说出来抗议的公民团体 都是民进党的附水组织 都是民进党的侧义 他们会说出来抗议的青年都是被骗 这一切的一切早就已经全部应验 他们绝对会继续这样讲 那包括说你看王洪伟 他说民团说要罢免他就是红卫兵 红卫兵 我就请教一下王洪伟 难道你要提案修法 把罢免废掉吗 罢免不是你们孙文 写在宪法里面说 民有选举罢免创世负权是权 人民四大权利 人民实现宪法保障的罢免权 你说他红卫兵 王洪伟是什么态度 对不对 他是立法权独大 那反而是王洪伟说 立法委无法无天 你要罢免王洪伟 不然我就要去罢免无事 拜托啊 各位啊 你看这就是蓝营 现在面对民意检验的这样子一个态度 蓝营罢免别人就可以 蓝营就可以罢免成薄营 可以罢免黄结 罢免林昌佐 罢免后的就说是从卫兵 说我觉得 道理都他们的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民主素养 完全没有任何最基本的民主素养 连他们号召支持他们诉求的公民 都做不到 还要有游览车载 还要叫这么辛苦的阿伯 这么热在那边晒太阳流汗 然后下午带他们去看蒋公同像 我觉得国民党的这一整个显示 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进步的政党 他的手法 他打压抗生的手法 我跟吴震都在这 十年前这些说辞 我们都听一模一样的 现在还更退步 现在还进化到包邮轮车上来 跟民间团力打对台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政党 真的是会消失在历史的洪流当中 未来就是一个大罢免时代 那恐怕还包括跟市线 蓝绿白恐怕又要战成一团 逸战用什么 因为现在看起来是蓝营要什么 用应战的方式 前两天我们不就看到叶元兹 特别去找王定伟吵架 然后现在李明贤最新也说 他们敢打我们一个 我们就打他们两个 看起来是要硬碰硬是不是 刚才跟吴震不同意见 是以为国民党是一个理性的政党 因为公民行动提出罢免 是非常理性的 他们的方式是说 我视线如果过了 你国民党还不接受 我再提罢免 所以是用罢免来形成 对于立法委员的压力 这是所谓的青鸟们 提出罢免的一个非常理性的看法 那你国民党如果理性的计算 大法官视线完之后 你应该接受啊 欣然接受 而且去配合修法 这是理性的判断 但是如果国民党不理性 我们下一个阶段 明年一月开始 就会进入到大罢免的时代嘛 不用说明年 现在最危险的就是基隆市长的罢免案 现在已经如火如荼 只剩下一万份还没有联署出来而已嘛 所以这所谓的最近 今天晚上的这个所谓的复议案的失败 复议案的不过 会让所谓的谢国良的罢免案 会如火如荼的进行 最后可能会达标 就是国民党你们让复议案 失败的最后的苦主 反而是谢国良嘛 因为第一个谢国良就会被罢免掉 而未来仇恨值罢免 是一种仇恨值的动员 我们要看到民进党 跟国民党之间的一个比较 国民党不断的说 你用一个换两个 重点来了嘛 仇恨值的动员不满意度 你高达57%是国民党的立委 民进党的满意度都超过不满意度嘛 你如何去动员这个不满意度 来罢免民进党立委呢 但是你们的不满意度 高达五成七的状况下 所有的仇恨值都会集中嘛 而且已经没有所谓优势选区 徐晓星你不要觉得 松山信义是你的优势选区嘛 因为罢免四分之一的情况下 五万八千票到六万票 就可以罢免徐晓星了 而许淑华的得票是七万六千票 只要有八成的民进党的支持者 跳出来投罢免你徐晓星的票 就不用说过去很多支持你的 所谓的年轻人 包含白银的青鸟小草们 都可能会站在所谓的 罢免徐晓星这一方 所以罢免徐晓星如果成功的话 就会激励全台湾 其他更危险的选区嘛 如果徐晓星都罢免了掉 那何况叶元智 我难道叶元智罢免不掉吗 所以未来明年开始 如果进入到大罢免的时代 国民党要非常的担心 这也为什么我不断的提醒 你们应该欣然接受 大法官视线的结果 而不要去对抗 大法官视线的一个结果 现在大法官连来应都不相信 都认为那个是你之前 蔡英文这个提名的 所以一定是偏绿吗 我先讲 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在 污名化大法官了 几个迹象 首先除了说什么都蔡英文提名 之外还记不记得 那简直是威嚇嘛 应该是吴宗憲吧 他不是说吗 大法官你要爱惜羽嘛 这什么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吗 第二还说什么 将来行使人是同意权 他们要写拒结 拒结是对证人 你把大法官提名当做什么 当过证人还是当做犯人来问话吗 在侮辱人嘛 这是要让民进党怎么样 找不到大法官吗 我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望重视灵的 我来我要被你羞辱 我要被你被你这样凌辱 我还要拒结 对不对 这就好像傅昆琪 他弄了什么 那个藐视国会罪 结果定义不明 那你他他你记不记得讲过什么话 我就是让你民进党找不到这个无关 记不记得 他们现在干的就是这些事情 所以对大法官会这个样子 然后甚至于某个报纸 还曾经在头版的第二条写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基层检察官抱怨啊 暗缘大增 原来乱缘是大法官 居然这样子 话都可以讲得出来 所以他就要再铺陈一切 让人民证悟大法官 到时候如果宣布他们违宪的话 他们都说我们不遵守 我们抗争有理 好 第二个防火墙 第三道他们什么 注意啊 这下来民团要首富的几个七大的民主倒退法案 其中一个是什么 他们要提高罢免门槛 那可能也是他们优先的哦 可是我必须要讲哦 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 你皮球你拍的越大 你的反作用力就会越强嘛 所以进入了大罢免时代会是什么 除了会遍地封火 就像刚刚议善所说的 因为国民党的仇恨值实在非常高 所以在这里面 徐晓星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到处引战 你不要以为他很稳 就要是越怕的人啊 他才越要动作越多啦 他自己也知道啦 他在这里面已经被贴满的贴纸 当初搞不好一些小草支持他的 有一些中心选民支持他的 甚至一些深蓝的 会不会看过他的一些作为 因为他违背一些 比如说儒家文化的一些人文之场 所以这些他们都会很紧张 那最后我提供大家一个思考 大家本来都拿民众党没皮条嘛 哎呀你们都不分区 有一个很好的思考 大家想想 我们可以罢免什么你知道吗 罢免他们的市议员 为什么这样讲 你现在就可以做 我请问你 如果他们整天蓝白河流 附水组织 那请问一下 他们那个什么江河树 不是在那边一直叫吗 所以我们在地方上 压力很大 如果你发动民众党的罢免 民众党的市议员 是很可能成功 而且现在可以做的 我请问你 他们地方会不会反弹到 他们民众党中央 他们内部会不会路线的分裂 他们敢这样公然的跟蓝营同流合污 颠覆台湾的民主 危害每个人民的权益吗 所以我觉得大罢免的时代的来临 不是只是对于蓝营的立委 包括民众党的市议员 你们现在就可以试刀了 因为要这样子来震责 不要以为不分区就不负责任 一个政党 如果敢颠覆台湾的民主体制 敢这样把人民当作是奴隶 欺负人民 把人民当作 好像是他是 人民是他的行动 他是人民的老家 我们就用大罢免的时代 用直接的民意 用民意的海啸 来淹没这些反民主的力流 对来杰明哥 因为现在说 现在是轻鸟行动的这些民众说 你这样国会的扩权的结果 虽然说富裕是没有成功 但是下一步 他们要继续的抗议 而且是要展开罢免 那样的罢免的情况 他们甚至说 之后的那七大的 那种所谓的民主倒退法案 如果有再往前进的话 他们一定要让国民党付出代价 这个愤怒的种子 其实已经种下去了 我其实在王洪卫 这么大声的说法 说这叫红卫兵的时候 我其实蛮建议 他是不是能够派助理 或者他自己能够去现场看一下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到现场 你会感到这些年轻的小孩子 年轻人 他们真的是年轻 大家看起来就是大学生 或者是刚刚 尔路社会的年轻人 而且很多是以女性为主 他们真的就是默默的拿着纸条 或者他们制作的东西 在现场去走 非常安静 那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妈妈 带着小朋友 在那边走 他们也非常安静 他们非常安静的去表达 对于这个国家的担忧 非常安静的去表达 对这些立法院扩权的一个忧虑 他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像那把他讲 红卫兵好像就是当时天安门之前之后 这个毛泽东要用红卫兵去打击这个 这个他所的政敌 没有 其实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都认为 王红卫这句话你说假的 而且当他说这些人叫红卫兵的时候 其实是提油救火 这些年轻人觉得我不是红卫兵啊 我是态度非常温和 而且我没有所谓激烈的言语 而且我对你只是默默表达说 我想罢免你不是那种集体式那种就是有那种比如拿着毛雨露好去那边去呐喊 没有 当你们在说这些年轻人是这个红卫兵的时候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年轻人 他会纪念今天王卫说我们这些为国家担忧的年轻人叫做红卫兵 如果这些年轻人他们理解什么叫红卫兵的话 其实对王卫的愤怒只会增加 而王卫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呢 因为我住在中山区我很清楚 虽然没有说北松山你是你的大势力范围 那边你选票可能超过三分之二都是你的 但因为有北松山的关系 所以你在中山北山才能选上 所以不要忘记了 在中山区立法议员的席次里面 大家是五五坡 而且事实上中山区稍微偏绿一点点 所以也就是说真的要开始发动对王卫的罢兵的时候 不需要你北松山的态度 只要中山区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不是不可能的 那至于你要找谁来这个试刀 我觉得这些东西只是要掩盖你的愤怒 因为他也担心也都知道嘛 现在就是吴思耀所说的这个民党 这位优秀的立法委员 其实已经现在是大家很多年轻学子认为说 他站在立法院里面 为大家争取所谓的立法权的公平的时候 他是具有关键性的 跟你王卫完全是不同 你王卫根本就是一个破坏立法所谓民主制度人 人家是一个捍卫民主制度人 所以也就这个角度来看 愤怒的种子一下去 我们从那个角度可以看出来 最近一个民调就显示嘛 对于国民党极不满意的比重超过三成 这个极不满意的数字是大于 对于国民党满意跟稍微满意的数字 我再说一遍哦 对于国民党极不满意哦 因为极不满意还有说不满意嘛 只光极不满意的数字已经碾压 对于国民党的满意数字 所以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李明贤 在国民党这些阿公阿玛 我们看平常温和的这些蓝印的名单 现在变强硬了 他为什么大声说这句话 他们在向同温泽取暖嘛 那为什么这些人 他们在说这些内容的时候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退回 包括对于像吴宗宪他讲这个大法官 我这样讲 吴宗宪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不要忘记大法官里面的人 当时在大学是你的老师 那你不就是共产党的做法吗 清算你的老师 你怎么敢叫你的老师要重视羽毛 连这种话你都敢讲出来 叫欺师灭祖 所以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他们在跟他们同温成取暖嘛 现在他们那你知道这个 尤其这个罢免墙 坦白讲他们离开这罢免墙就没有了 对不对 他们一离开 蓝鸟来了 蓝鸟走了 这个罢免墙也没了 可是你现在去看 这个我们说的青岛跟这个 我们说的这些马路上面 对不起啊 罢免的看板还在那个地方 而且我昨天观察 因为他们撤得很快嘛 对我昨天在济南教会旁边嘛 他们几乎每个人经过那个罢免的部分 都会拍照留念 所以我再说一遍 他们继续激怒嘛 你就用力激怒嘛 当你激怒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这些年轻人 他会就像这次基隆的这次的罢免 是由三个非常年轻的上班族来说发动的嘛 这群人你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 这群人会站在罢免草的前面 他们过去完全对政治是不敏感 甚至他们说他们是叫小草 但是你没有想到的一件事 这三个年轻女生 他就是站起来罢免谢国粮的人 如果今天王会讲这句话 我真的劝你这件事 王会真的派你去助理 到清了活动去看看 真正发起这一次对国民党愤怒的 竟然是一群年轻二十岁三岁不到年轻女生 他们默默的对你产生罢免的行为 这才是最可怕的力量 是 瑞利哥怎么观察这一波 我们说蓝白这么没有想到 激怒到民众到这种程度 怎么会是发展成这样 因为我们说过去通常罢免 可能都是政党的角色可能居多 这一次竟然是有这么多民众自主性的 想要去罢免这些蓝白立委 今天早上那么在这个青岛东路的现场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说 如果国民党被罢免一个 就要罢免民进党两个立委 可是你不要忘记 在此之前徐晓鑫说 如果罢免一个 我们就要罢免五个民进党的立委 你们要发现吗 徐晓鑫认为自己是在蓝大于绿的 比较安全区 他觉得自己很稳 我说他拍天就做好把人死 那李明贤他自己本身跟我没关系 他是台北市议员 所以你们这些立委要去罢免 我告诉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 第一个是内心在唐学的 不叫板桥的叶元芝吗 第二个不是叫桃园的 他刚刚找王帝们吵架 这些人都差一点点而已 你要知道当时是因为 不是你们靠自己多厉害 那是因为柯文哲骗到369万张票 现在柯文哲还有369万张票 然后在那个时候 柯文哲369万张的总统票 300多万张的这个政党票 立委当时的氛围是 要教训民进党立委的对立面 所以国民党不知道这样掉 我问你现在氛围是什么样 去看看年轻人 去看看那个等于说 在立法院外面 去看看这些本来我们认为 比较不可能投给 国民党或民进党的这些人 本来认为可能比较投给 民众党的这些人 真的罢免起来 对 来 瑞克我们先稍后 因为现在这个青鸟活动下 已经超过了3万人 先休息回 马上回来